我在三年前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到已经过世二十年的车间主任 从那时起在念佛和尚早晚功课的时候 常常出现他的影子 心里非常烦恼 同时有恐惧感 秦法斯指教如何才能够排除 你梦到这一位过世的人 总是他跟你有缘分 没有缘分他不会来找你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 凡是梦到过去的家亲眷属朋友 你所认识的一些人 都是他们 有求于你 你应当要懂得帮助他 他求你什么呢 求你超度他 这不是个坏事情 是个好事情 我们发心 皈依学了佛了 曾经发过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现在这个众生找我们 度就是帮助 接受他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有使命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帮助的方法 我们自己 诚诚恳恳地 送进念佛 给他回向 那么或者是以七天为期 或者是以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为期 你能这样帮助他 他就离开了 以后你再也 见不到他了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